双队合并时机已到,姚明下了一盘大棋大摇,担任中国篮协主席后,进行了很多制度上的改革,包括CBA的第一届选秀,大学联赛球员加入CBA,而特别是国家男子篮球队改以往的征兆被邀请模式,极具创造性的将篮篮分成红篮两队,看似是削弱了在国际比赛的整体实力, 其实给了更多的年轻人机会,两个教练两套打法也让男篮培养出风格各有特色的年轻一代,红队周琦,丁燕宇航,赵继伟,阿布都沙拉木几位年轻人成为核心,蓝队则由老大哥阿连带领,在郭艾伦的传切配合,下一位为风味球员脱颖而出,在改革下,中国男篮如今的人数加起来将近30人,这和以往相比是颠覆性的, 更多的球员得到了对外比赛的锻炼机会,也给了更多尚未入选国家队的球员努力的动力,这是一件好事,只有年轻球员不断的补充,篮球才能有所发展,在分析详细名单组成前老名,首先要说,一下中国队的打法侧重,首先侧重点一定是在内线,目前中国队个人实力比较强的球员一见连, 周琦,王哲林,丁燕宇航包括新疆小伙阿布都沙拉木其实都是风线球员,外线就稍显薄弱,赵基伟,郭艾伦是其中比较强的,所以中国队组队上外线人数会适当增加,以调整实力平衡,首先说说内线,目前来看风线上排出首发周琦, 一见连,丁燕宇航是最佳的选择,三人都有一手三分和持球,突的能力,一见连还可以拉开内线单打对方内线,这三人是风线组队最理想,也是最全面的选择,所以如果想要平衡一点的打法,赵基伟和郭艾伦其中一人,应该要被放在替补席,当然目前老明做出的分析都是建立在这些球员克服伤病健康参赛的情况下, 如果有重大伤病导致大名单必须调整,老明也会及时做出分析调整,如果按照老明个人意愿是比较希望郭艾伦作为替补上阵,因为首发阵容中小前锋的最佳人选丁燕宇航也有不足的突破能力,两人的打法多少有点类似,而周琦又比较擅长打无球,相信赵基伟对这个首发阵容的帮助会比郭艾伦大, 小前锋上丁燕宇航和阿布都沙拉木是当人不让的人选,其中阿布都沙拉木可以合串一下四号位,也是可以拉开空间的空间形四号位,之前有看过老明文章的朋友,应该都知道老明很喜欢这名球员,新疆小伙总是会在某一个时刻,爆发给对手致命的一击, 飘逸的球风也让老明想起,阿根廷突英及诺比利,当然小伙子和奥运会创造奇迹,挑落拥有多名传奇巨星的美国梦之队的马努还有很大的差距, 阿布都沙拉木也参加了勇士队今年的夏季联赛,如果能够更壮一些,未来还是比较有希望成为周琪和小丁后的又一位NBA中国籍球员的, 小前锋位置上里根比较尴尬,身高不够,但打持球功不太靠土,而如果对战对方的高个子时,会被克制的比较严重, 总得来说里根如果打瘦弱,高个内线会比较容易造杀伤,但如果面对强壮大个子,速度上也拉不开优势,会成为防守上的一道短板,内线如今的位置比较模糊了, 但周琪和一剑连两人,是铁打不动的首发,然后是万金油的胡金秋,年轻小伙子除了力量上稍微,有一点不足以外,投篮能力和侧应顺下的意识都不错, 可打四五号位,而红队首发王哲林也是中国队一直以来培养的高个子大中锋的代表,有一手内线被深单打能力和护框,也可以顶上首发, 最重要的是王哲林打球同样很稳,能抗住对面的强壮内线,同时还有2米14的身高优势, 中国队的内线可以说根本不缺人,最终的名单做一下预测, 郭艾伦,赵继伟,刘志轩,丁燕宇航,阿布都沙拉木,易建莲,王哲林,周琪,胡金秋,赵锐,以上的阵容是把阿布都放在小前锋的位置上, 这样外线是有6人,内线是有4人,如果阿布都打4后卫的话就是平衡的5人, 这里是11个名额,而剩下的一个名额调整,要看具体情况,也不可预测,不过估计有可能会是里真。